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下我們的貓咪打怪到了 那今天我們要來挑戰一下 我們這邊的這個... 每日的日常作戰啦 來看一下能不能連勝起來 然後目前來說我存了還蠻多存片 在我們月底的時間喔 所以大家如果到時候都會有看到一些 像我們這邊已經抽貓貓了嘛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月底的影片 來看一下那個時候到底是怎樣抽到這些貓貓的喔 那我們今天就來挑戰作戰 讓他走起看一下能不能打出我們的好成績 然後我們現在有這個變裝貓貓了啦 所以有一些比較麻煩的陷阱應該也是很OK的喔 然後我最近真的覺得這個電腦安排的陷阱 真的是...蠻扯的好不好 我真的覺得就是有點棘手 沒有像以前想像中那麼的爛 然後目前來說他的陷阱傷害度也是很高啦 所以如果真的沒辦法的話我們可能就也... 不一定一定要就是那麼堅持拿一下這個貓城的感覺喔 好那目前來說看來這個地方走的話好像是都很OK的喔 雖然這邊猜錯了但是至少應該都是可以 以這個位置走起 就是在這個附近吧 我覺得這個寶箱應該就是在這附近喔 好那這邊往這邊走 然後這邊是我們的這個大尖刺 大尖刺環節 然後這邊蘋果樹 然後貓城往下 然後再往下跳 這邊有一個寶箱 沒有錯 然後這邊直接GG 然後這邊趕快 再弄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寶庫喔 直接找起來 目前來說的話呢 看一眼哈 好在我們的這個斜下方喔 就是這一格最下面 這格最下面來走一下 水桶 果然是水桶啦 就是比較麻煩的一個防禦陣 好這邊然後蘋果喔 然後我覺得那邊基本上 應該是有一隻狗仔會在那邊的喔 所以這邊稍微小心一點點 等他一段時間啦 不要那麼著急 如果沒有狗仔的話呢 右邊這邊可能就是寶庫 然後最下面才是狗仔喔 應該回去了 沒有欸是大硬幣欸 喔妖書OK沒問題 那這個就是寶箱了喔 直接拿起直接掰掰 第一把就打得這麼辛苦了 我真的覺得後面電腦的關卡確實 蠻有料的 蠻難的 就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了喔 尷尬一波 好這邊紅綠燈 被燒爛了喔 然後往上走 然後先看一下左邊有沒有狗仔來 好沒有狗仔 往這邊走 蘋果樹 然後再往左邊走 一個香蕉 但沒關係 直接偷走 欸 帶來這個大天使翅膀啦喔 我們看一下能不能就是這一次拿比較高分 因為我今天的話是比較像卯足做準備 我沒有想要輕敵的意思喔 因為我真的覺得這是目前來說我們這個 這個電腦的這個關卡 確實開始有難起來的這個感覺喔 所以就不敢給他就是那麼的那個 這麼的該怎麼說 這麼的就是那個 簡單輕鬆過 來了 往下走 然後再往下走 拿到貓神 然後上面是一隻狗仔喔 然後 往這邊走 然後往上走 我們飛碟 那這邊飛碟的話大概已經知道一些地方了 然後這邊是我們的寶箱 然後那邊是飛碟 那基本上這邊的話呢 沒東西 然後旁邊是狗仔嘛對不對 然後貓神 然後看一下 沒有狗仔 往右邊走 要往右邊走 然後往下走 我先看一下這邊怎麼樣 看一下沒有狗仔 沒狗仔 往右邊走 蘋果樹 往上走 罐頭 要寶箱 走到了 那這樣就完美了 往左邊走就可以了 不用緊張 輕輕鬆鬆 我覺得右邊應該有一隻狗仔啦 先看一下 右邊有沒有狗仔 右邊沒狗仔 OK在監視 然後在這邊 沒問題投成功 居然沒有狗仔欸 那我們也是滿幸運的喔 OK 繼續 連勝紀錄保持 他這邊的鑰匙阿 開這個鑰匙好像是要 連勝六場 我們先看一下今天能不能連勝六場 因為我一直都沒有連勝六場過 所以拿不到那個鑰匙 那個鑰匙感覺要拿的話 也是滿不簡單的就是了 來來來來來 連 變裝 變裝的話基本上就是 看他如果有那個啦 就是 有那個幽靈的時候呢 再用就會比較好一點 好像沒有一個陷阱 所以 這邊貓神也是讓我們輕鬆拿 然後灰灰往下走 電網 沒有狗仔欸 沒有狗仔欸 沒有狗仔然後右邊是陷阱 所以沒關係 然後狗仔來了 右邊一個寶箱 看一下 猜錯了 沒關係 然後這邊電網的話看起來是 沒啥太大的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應該也可以從這邊突入 好再往下走 這邊往下走 好一個寶庫 然後這邊再往下走 大槌 先看一下狗仔在哪裡 右邊有一個狗仔 往這邊走 然後這邊一個電網 左邊也不是狗仔欸 所以這邊的話 最下面這邊應該也是一個寶箱 沒錯 然後就是本寶了齁 那個 寶箱本箱 就在這邊了 然後這邊右邊應該有一隻狗仔 我覺得 先看一下 再偵測 有沒有狗仔 沒有 這邊都偵測完畢了齁 其實好像 我們剛剛就已經有先偵測到了齁 所以欸 他這偵測是一個那個 類似這個三角形的這個偵測法 其實偵測範圍還蠻大的 這樣還 還蠻爽的齁 你可以就是比較好的這個偵測 沒問題 來啦各位 然後這邊 跟一點鑰匙 鑰匙晚點再領喔 因為我們目前來說應該是 要先努力的拿到我們的寶箱再開 這樣我們就不用擔心寶箱會被偷走了 還記得我們就是 之前也是被偷慘慘的齁 好沒有問題 哇這邊有一隻狗仔欸 那我們往這邊走 先往狗仔之門走起 然後往上走 先看一下左邊有沒有狗仔 左邊沒狗仔 這邊是這個 大的這個 干擾的這個抽抽抽抽部分 往這邊走 然後往這邊走 好像一個 直接中 我跟你講貓神那邊如果沒有關門的話 那我就爽歪歪了 有關有關 沒事沒事 也是OK啦好不好 狗仔 往下走再往下走 掰掰 這個是獨孤大陣齁 不過完全沒問題 又成功啦各位 那目前就是連勝4喔 連勝6就可以再拿一個鑰匙串了 加油加油在兩場好不好 今天打完這兩場收工 來了來了來了 這邊 沒東西然後 那個蘋果樹在這個正下面 所以我 嚴重懷疑寶箱就是在 這邊的下面喔 沒問題 右邊 往上走 先看一下 左右兩邊 有沒有狗仔 看起來沒有 但是好痛耶 完了 完了完了 想一下那邊怎麼辦喔 那邊是有隻狗仔的 那這邊有沒有罐頭咧 這邊是大槌阿各位 往下走 蘋果樹 右邊沒有東西 又是蘋果樹 300 完了 我真的完蛋了各位 GG了 我先看一下能不能比手術 把寶箱帶到左邊去 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那邊沒路阿各位 沒了 輸慘慘耶 要連勝很難耶 而且後面基本上因為他一關的血量 這個損失太多了 所以 我也沒辦法阿 欸很難連勝耶 我真的覺得這個 這個關卡確實有難到我了 就是他沒有像以前那麼簡單 以前真的是覺得就是那個 應該還滿好就是打的 完蛋了 但是現在感覺好像 不是 不是那樣子了各位 太誇張了 來了 3 3 然後往下走 再往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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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 喔來了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會讓你那個 會讓你下一格變成這個被嚇到的狀態 你看到狗仔應該這附近有 有管那邊有一隻 然後這邊再往下 這應該就是寶箱了 百分之百 猜錯 敢搞這一招是不是 好沒關係 我覺得應該在這附近 那邊下面有一隻狗仔喔 上面應該還有一個啦 喔又是一個幽靈的 這很難搞欸 連續幽靈 搞魔鬼 好 往下走 罐頭 變裝 喔他應該是罐頭陣欸 我覺得應該是罐頭陣 不是罐頭陣 我還猜錯 完蛋了 寶箱咧 寶箱應該在這附近吧 沒道理 沒道理 真的沒道理 這邊紅綠燈 往上走 沒道理 那邊三隻狗仔阿各位 喔靠 喔靠 完蛋了 哇 這麼斜下方是不是 好 那我脫逃 完了 我不行脫逃欸 不行我要脫逃 因為他很明顯在哪裡你知道嗎 在這邊 斜下方 這個啦 哇靠 這個 差點被騙欸 你知道嗎 拜託拜託不要關上面 喔好險 關上面我就完蛋了 欸 藏的超隱密欸 有沒有 好險我這邊預測對了 要不然我就完蛋了 哈哈哈哈 順利成功 不過電腦設的地圖真的是越來越難的欸 大家目前來說最高幾連勝呢 也可以在這邊分享一下囉 好險 好險